好啦 那我们今天来聊的是那个 别把你的钱留到死这本书 其实这本书蛮简单的 其实有什么话要讲 就是标题就已经讲完了 对 它的标题已经把这本书的概念 非常浅显易懂的讲完了 我觉得反正如果帮大家省留 就是这本书我觉得里面有几件最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它会讲到说 就是时间健康跟体验 其实你都可以把它设成一个账户 就在记账的时候不是会有什么玉山银行啊 这种不同的银行账户吗 如果你把你的时间健康跟体验 都假想成一个账户的话 那你去花钱买时间 就是把你的钱从银行账户移到你的时间账户 或是移到你的健康账户 或是移到你的体验账户 这样子做分配的话 其实就不会让你的心理产生这么大的负担 因为譬如说你在出去玩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这趟旅行特别贵 你可能会觉得花不下手嘛 但是如果你把它想成什么 这只是把钱从一个形式转变成另外一个形式 所以它只转变成另外一种储蓄方式 那这样子就是在整体的规划上会 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会比较容易去平衡一点 不会那么像之前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不是太贵了买不下手或怎么样 反正就是如果你把它想像成是各种不同的账户的话 那钱在这些账户里面转来转去其实都是合理的 第二点就是你要意识到你自己有没有赚钱的习惯 那这个我们后面会再仔细去讲 有些人赚钱其实已经丧失了你自己最初的目的了 有可能只是赚到习惯了 其实有点赚到停不下来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意识到你赚钱是为了什么 不要为了赚钱而赚钱这样子 再来就是要意识到人都会死亡 然后知道你自己什么时候会死 再来它也会在书里面有讲到说 死亡跟体验是两个不同的时间点 就譬如说你可能到了60岁 结果接下来你就开始躺在病床上 然后到90岁才挂掉 那其实还蛮痛苦的 你可以体验的时间跟你实际会死亡的时间 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时间点 所以你要意识到你自己会有死亡 已经有些事情已经没办法再体验了 最后就是他有提到一个蛮不错的概念 叫做记忆的骨息 你的记忆是跟你 你的配骨配息一样 它其实是你老了之后 这些年轻时的记忆还会不断的把 好的体验再重新再老的时候带来 带回来给你 我觉得是这本书里面最重要的几件事情 另外呢 我觉得讲到前面那几点之后 再总结一下 我会觉得说其实在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有三件事情 就是你要把握好这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你剩多少时间 再来是你有多少的金钱 最后是你的健康有没有维持得很好 这是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三件事 那再来 其实时间健康跟金钱 它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但你要平衡好是其中的 就是你要去做平衡啦 因为它在书里面其实有讲到啊 你在年轻的时候呢 其实是比较没有钱 但是你有的是健康跟时间 就是你的体力可能很好 你可能熬夜一两天都没差嘛 你的时间也很多 你好像觉得说做什么事情 浪费时间其实也没差 你就去可能排队啊 去排那种什么 可能它其实折价也没折很多 或是那种 会浪费你比较多时间的事情 但是你到老的时候呢 你就会反过来 变成你有钱 有时间 但是没有健康了 它在书里面其实有提到几点啊 当你一开始在年轻的时候呢 你是 虽然你有很多的时间 跟你有很多的健康 但是因为你没有钱 所以你的体验也是有限的 然后你在老的时候呢 虽然你已经有钱了 那你也有很多时间 你可能已经没有工作了 但是你没有了健康 所以你也很难去做 更多生活上的体验 它会让你意识到一点是说 可能我们以前都觉得 好像存钱退休之后就可以去爽了 但是你会发现 等到真正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 你已经没有办法去爽了 你已经爬不动了 你想要去做 环球的那 环球翼龙 飞天翼龙 对 你可能心脏已经无法附和 其实我已经是不行做了 你的身体可能已经有一些症状 是没有办法去做那些东西了 然后你在年轻的时候 是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你没钱 你就会觉得说去 一趟环球可能 要消耗掉你人生的很大部分的预算 你可能你的 储蓄就只有十万而已 你出国一趟可能就花两三万 你的储蓄就少了快三分之一 所以他说这之间他就会讲说 你要怎么样去平衡这两件事情 所以 当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那他有给一个图表 就是在你如果把金钱时间跟健康 画成一个三角形的图的话 那金钱一开始会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呢 都是会倾向于在没有金钱 时间跟健康特别多的一个地方 那三十到六十岁的时候 会是一个比较平衡的时间点 然后在六十岁之后呢 就会变成是有时间但没有健康 就应该要把握好 这三者都是 在最完美的时候 也就是三十到六十岁的这个时间点 你应该就要尽力的去 完成你想要完成的事情 不要说我这些事情我退休之后再来做 有些事情退休之后就没有办法做了 嗯 我们现在就在那个健康开始衰减的交叉口 对现在是起头 我们现在就在三十岁的出头 所以这次我读 觉得这本书很适合在三十岁到三十一岁 这个衔接点的时候去读 我觉得蛮有启发性的啦 你会意识到很多事情是 你要去思考 那刚刚我讲到嘛 最重要的就是时间健康跟 金钱三件事情 所以我会分成三大区块去讲 然后我先讲比较简单的 就是时间这个东西 那时间大家都知道嘛 每个人都一天二十四小时 这种就是老生常谈的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 那如果有玩过SLG游戏 譬如说万国觉醒 或是三国志战略版的这种 策略型游戏 时间在这种策略型游戏里面 也是一种资源 就是你譬如说你要盖一张建筑物好了 那我们可能会设计说 这张建筑物要 现实世界的五天时间才能盖完 那你可以用加速 你用现实世界的金钱去买加速道具 然后加速这五天 你就可以瞬间把它盖出来了 所以在这种策略型游戏里面呢 其实时间它就是一种资源 那你如果是有钱的人呢 你就可以不用等这个时间 如果是比较 譬如说你可能是有钱人 你在现实世界就是土豪 他们最讨厌的就是等 所以这种东西反而是 越有钱的人又会去买 因为它越意识到说 我可能我要等这个建筑物盖好五天 更没有那个时间 我就要赶快把这个建筑物盖出来 所以有钱人反而很喜欢去买时间道具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比较贫穷啊 或是你是一般的玩家 他们就会用等的 等五天我就等五天 这五天我就玩其他的东西 反正这个建筑物五天之后我就会盖好了 所以在策略型游戏里面 时间就已经是一种资源 而且它是拿来卖给有钱人的 所以当你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有钱人他喜欢买的其实是时间 然后回到我们这种一般的平民阶级 那你要意识到其实有几件事 有两件第一件事情就是 花时间赚钱 但是你在死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把你的钱花完 就代表说你白花了时间去赚钱 他这书里面有举很多例子啊 那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譬如说你每天工作的时薪假设是一千块好了 那假设你在死掉的时候呢 你留了可能一万块没花完 那就代表说呢你在死之前 你可能有十天的时间赚的钱是白赚的 白赚的 因为你没用完嘛 你就留给你的后代了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对 如果是对有钱来说更痛 因为他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是很值钱的 所以如果你花了时间去赚钱 但是你最后没有花完 那就等于说你把时间跟金钱的转换 转的太多了 你花太多时间在赚钱了 但是你却没有花时间去把你赚到的这个资源消耗掉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当这个东西太多的时候 人类其实就不会珍惜 譬如说时间 之前就是你不是会有那种像是什么贾博斯啊 他就会说我要把每天当成 人生的最后一天来活吗 你开始这样想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今天应该干嘛干嘛 但是实际上你就是知道 这不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天吗 就你的心理上知道说这不是最后一天 你也不知道你最后一天是哪一天 刚好古牌最近这几集有在讲 他就说如果你知道你人生的最后一天是哪一天 你就可以很妥善地运用你所有的资源 那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你就知道你现在不要浪费时间在哪些事情上 或者是说你知道你自己哪里 会死掉的话你就不要去那个地方吗 好像是查理萌哥说的 就是当这个东西时间对我们来说 其实因为你自己心里的预期可能都是 我可能会活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 或者是看你的父母 可能你的父母已经 或是你的祖父母 他们可能已经七八十岁了 但是他们还还健在 那这个时候你预期上你可能就觉得说 我可能到七八十岁的时候 也就是还是会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并不一定 可以活到那个年纪 很多人可能你可能三四十岁的时候 就因为意外走了 会像我老爸一样 五十几岁的时候就走了 这就是他生命最后的波纹 他用生命教导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人活到五十几岁可能就挂了 所以我自己 就我自己而言 我是觉得 是随时都有可能走的 是吗 对 是我阿嬷活到八十七岁 我阿嬷也活到八十几岁 但是 我爸用他自己的生命告诉我 人有可能在五十几岁就走 而且是在我工作的第一个月 我一上班第一个月我就请上假了 那个时候还很奴 你说即时请上假还要乖乖去上班 我就是当天早上我接到电话 我姑姑打电话来说 我爸走了 我想说你在公司上下 叫我赶快回去 我还等到下午才回去 我还等到到午休结束 请下午 太奴了吧 我上班 别走人啊 我上班第一个月我不懂啊 我现在我就跟他讲说 我爸走了 我要赶快回家了 现在就不会啦 可是我才上班一个月 我连 连请假都是第一次请 我第一次请假就请上假 我怎么会知道 我想说 可是规定是 要下午才可以请假 我没有想过 其实这种事情 应该是蛮可以通融的 可以阿 应该都行 你就请一整天嘛 又没差 所以我跟你我爸最后的 生命的指导就是 人可能随时都会走 然后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有提到这件事情 就是在现实世界中 我们虽然我们会觉得 时间好像很多 但实际上可能 你每一个时期 的时间是不多的 就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好了 你20到30岁 是你体力最好 健康最好的时候 我们片子已经过完了 这时候了 掰 再见 没有了 现在30到40岁 已经开始健康 开始会有点下滑 然后你如果不去维持它的话 你只会越来越往下坡走而已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 明年的你一定会比今年更 身体更差一点 因为你已经过了你的黄金成长期了 我开始运动 我明年会比现在更好 对 除非你运动 我开始吃健康的饮食 只靠饮食可能就维持而已 我每天都做运动阿 还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做肌力训练阿这种 你才有可能会比 明年比今年更好 但是正常情况之下 就是你的生活形态 没有太大的改变 或者是说你已经是一个运动员了 那你已经每天 时间已经花两三个小时在运动 那理论上说明年的 你就应该比今年更弱阿 这才合理阿 这运动员 你已经每天运动到 两三个小时 你已经把你的一天时间已经排满了 那你在之后的身体能力一定是下滑的 这才合理阿 因为你三十岁的你 就是三十岁的你一定是比二十岁的你再弱阿 或是你想 六十岁的你一定比三十岁的你更弱阿 所以你不可能你是一直往上走阿 你在某个拐一点之后 就会 就要下滑了 这才合理 就算你是运动员 嗯 所以其实你的身体 明天那你就会比今天的 你再弱那么一点点点点点 就是理论上 对理论上嘛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而已 嗯 所以如果你意识到这件事情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明天的你身体就是比今天更差 那么一点点点点点而已 嗯 所以当东西一个东西太多 因为我们预计死亡的时间还很远 你甚至没有算到那个日子出来 你就说喔可能是七十岁八十岁 但是像是 读完这本书之后 我就在手机上设了一个 我死亡倒数的时间 然后你就会很清楚的意识到 每一天会过 过完之后就不会再回来了 所以我现在剩下多少 我手表上也有 我剩下一万九千七百四十三天 我就要挂掉了 我是从一万九千 可能譬如说还有五十几天六十几天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诶那个数字一直在削减 你的身体跟什么能力值 会一直理论上一直在削弱 一直在削弱 所以 当你意识到时间 是会流逝的时候呢 你就会更珍惜这件事情了 好 这就是时间的部分 然后再讲到 这本书 比较长 应该说比较大篇幅在谈的 花钱的部分 因为 他是说不要把你的钱 留到四嘛 那 这时候就会有很多 你想到会有很多不同的那种 现代现有的投资观念 他会去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论述 当然我觉得 这本书比较适合的人 是你已经有很丰富的投资观念 或是你有基础的投资观念 再来读会比较好 就你已经知道 什么是ETF 你也知道你多少钱可以退休 你怎么样去做投资的资产分配 再来读这本书 我觉得会比较好 因为这本书是叫你花钱的书 他不是叫你存钱 或是怎么好好的退休的书 应该说他不是为了要否定那些投资的建议 他是给你另外一个观点 用钱的观点 对 然后呢 在这个用钱的 就是你要怎么用钱之前 我觉得你要先想 你赚钱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你有想过你赚钱的理由是什么 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 提高生活的水准 可以做想做的事 那跟我差不多 就是你要有更自由的选择 我觉得就是要有自由的时间 对 希望可以之后的 钱变多的时候 你可能不受限于你 然后去上班 也不一定是你要选择这样的工作 还有居住环境 你想住哪里就应该可以 不一定说想住哪就住哪 大安全还是进不去 但是至少你可以住的地方 是你不会是一个条件太差的地方 不会是你无法选择 迫于环境一定得住在那边的状况 他这边就有提到几点 是刚刚我们都有讲到 第一点比如说提高生活体验 是他觉得你赚钱理由里面 应该有很大部分 是属于这一个 就刚刚我们讲的居住的地方 就是一种生活的体验 我们会希望我们的体验越来越好 或者是说我们在有 生活上有更多自由的时间 也是对于你生活的体验 然后第二点大家最常提到 赚钱就是为了退休 所以他也会比较琢磨在退休的部分 有一些人赚钱可能是为了留给后代 因为我们没有小孩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我要留给小孩什么什么什么 对那这三点他这里面都有一些 比较跳脱式的观念 我觉得大家可以听听看 他在第一点就是提高生活体验这边呢 他其实有提出一个蛮重要的论述 他觉得应该从现在就开始提高你的生活品质 而不是等到你之后呢 去提高你的生活品质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赚了钱 你应该就是把更高比例的钱花出来 而不是说你可能你已经月薪可能是 八万块十万块甚至是四五万 然后呢你还舍不得去吃稍微好一点的东西 你还在那边课便当勤俭持家这样子 你应该说生活环境很大的程度会影响你自己的状态跟身体健康 我觉得他讲的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极端 更极端 譬如说你可能家族里面有些人就会是那种 你明明就觉得他赚很多钱 但他就会省一些很奇怪的那种小地方 就加一颗乳蛋都会觉得贵的那种 有 我有听说过 就是你应该会想到就是好像你认识 就你明明就觉得他的收入好像挺不错的 他已经退休了 然后又钱都舍不得花 然后或者是对他就已经退休了 他的退休金也够他吃 然后他就觉得那些东西就是要一直存在那边 甚至在书里面有举到一个例子 是好像是他的外婆吧 作者的外婆 他就说他的家里的东西都是套着封套用的 一直到他外婆走了 家里所有东西都还是全新的 连封套都舍不得打开来 然后那些东西后来就全部都掉了 就是因为是旧的东西嘛 但是他套着封套 他就一直舍不得拿出来用 但是他也没有好好地享受它 对 他为了怕把它用坏 对 然后或者是什么那种 你的电器材那个胶膜都舍不得死啊 怕磕碰啊什么的 那种用法 我觉得就 其实还是有点没必要 他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说 就是未来的自己 理论上会比你现在的自己更有钱 如果你没有走错路或跟做错选择的话 理论上是会这样的 对 我这边举个例子就是 就算你只领你本工资好了 你从1997年一直到现在 2024年都一直领基本工资 那你的基本工资都是一直要往上跳的 但是我觉得这东西要在 是一个很健康的经济环境下 但你要想说 这本书的作者的背景 哦 它是什么哪个 在美国人 他还蛮有钱的 对对对 然后他要提倡就是 不要把你的钱一直存着 他其实是给你收入有一定水准以上的人去赌的 或是他其实就是给你一个观念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在生活水准已经是 基本生存线以下的人了 那就不符合他说的这个状况 就是你可以懂这个观念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 未来的你理论上会比现在的你有钱这件事情 对 成立的 就是如果你的国家财政没有垮台 或是什么 基本上是成立的 但是你的国家财政垮台 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什么 没有 对 这跟你没什么关系 就譬如说你可能像之前的希腊 或是冰岛这种 你的财政要垮台的时候 你基本上也没办法做什么去挽救他 所以你以这一点来说 未来的自己比现在的自己是有钱的这件事情是成立的 然后接下来搞到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前面讲到有些事情过了一定年纪之后就做不到了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耶 像是说 譬如说你要去冲浪好了 滑雪 冲浪 高空弹跳 你就算不要到高空弹跳这么hardcore 滑雪好了 六十岁的阿伯滑下来 假如表情摔倒 就滑倒 很常见吧 你滑雪总会滑倒吧 你滑了三十年的人都会滑倒吧 嗯 所以表情撞了一下 你可能就 两个礼拜 没有办法走路了 你的骨头会比较 满全域 甚至你接下来 下半辈子可能都不能走路了 嗯 是很有可能的喔 因为你的复原力已经没有像是你年轻的时候 你年轻的时候二三十岁 你出个车祸你可能都还可以复原回来 但是你到五六十岁的时候 你在从事这些运动 你就会发现你的复原能力已经没有这么强了 可能就是这些活动你就会想说 以前我可能可以滑雪滑一个礼拜 还有生小孩 喔对 因为生小孩更消耗女生的体力嘛 已经是身体 嗯 一个年纪真的有可能生不出来 对啊 但是这边它指的比较像是说 有些东西你觉得你好像一辈子可以一直做 但其实实际上你已经没有办法在 四五六十岁之后做了 例如说环游世界 你如果真的是已经到六七十岁 可能也真的很难达到要环游世界的体力 或是某些地方需要你长途跋涉 你已经没有办法去 对啊 就想你想说好我六十五岁退休好了 我要去环游世界 我能去的都是一些交通工具可以到达的地方 你在那说我要去徒步登山什么的 马丘比丘 你要爬上去我觉得真的有困难是有难度的啦 嗯 就是除非你真的体力是很好 你一路保养很好 你都是一直在重训的那种有没有 健美阿伯 对那可能还有一点机会是你六七十岁的时候还可以 真的去爬一些世界明山啊之类的 但实际上你就想这种东西你理论上来说应该都是在二十岁到六十岁去体验才是最好的 你可能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去做这些事情 你才会是我的金钱我有一定的积蓄了 我的钱也附在那里起 然后呢我的体力还ok 爬一座山好像对于三四十岁的人来说是还好的 然后他就点出来说绝大多数的生活体验应该是要你在二十岁到六十岁去体验才是最美好的 那以我们的退休年龄来说六十五岁之后再去体验 你去环游世界的那个旅行已经是比较chew的旅行了 多缓一点 你没有办法去太hardcore 太激烈的体验 就如果你想去的地方是那种需要体力的 那你真的要好好安排一下你在什么时候去 譬如说你要爬的是什么 你要去爬喜马拉雅山这种 喜马拉雅山真的太hardcore了 你就直接讲爬富士山之类的 对啊 就稍微有可能达到的 或是玉山 或是想去喜马拉雅山山底下那个大本地吗 也是不容易耶 你就是只是要走那个大本地去看一下里面在干嘛 你想要到达那个地方 那你如果是三十 就二十到五十岁的人 你现在就应该要想怎么去 以及你要开始练 不然等你到六十五岁之后就没有办法去了 嗯 你去你就高反了你就下反了 山正 是不是 嗯 我都说高反啊 我都开柴暖的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呢 其实呢不用花太多钱 也可以从各种体验中获得很大的快乐 譬如说大学生都喜欢机车环岛 嗯 你其实你也没有干嘛 你就骑着摩托车一直在骑 然后乐趣其实也还好 是一个征服感吗 就是过这件事情 你会觉得 欸完成了某件事情的成就感 里程碑的感觉 对 但你现在叫我三四十岁再去骑也是蛮好玩的 我觉得用想的应该还是蛮好玩的 但我就不会特别想做这件事情 应该会很累吧 我就不会特别想做这件事情 嗯 我们骑到金山再回来就很累了 嗯 用说环岛 或者是说像是你要去 譬如说东南亚 嗯 或者是一些 比较落后的国家 像是中美 嗯 国家你可能会需要 就是大的体力活的这种事情 你在年轻的时候去 你可能 你譬如说你是年轻人去 然后你可能没有钱去租车 你就全部靠走 嗯 你靠双腿去硬拼好像也可以 比如你在中老年人的时候呢 你 你不花钱你好像就会 没有办法完成 嗯 或是你去的那个时间点不一样 你可以那个体验到的快乐感 其实是不同的 嗯 因为年轻的时候你比较有体力 你很多时候是自己完成的这件事情 不是靠着 钱或是他人的帮助 所以你在年轻的时候去做很多事情 其实是不用花太多钱 你也可以得到很大的快乐 那他书里面其实还有举到一些例子啊 像是说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可能你跟朋友出去玩一个下午 可能就很开心了 可能就很开心了 在中老年之后这种体验的那种 强度就会越来越的弱 嗯 你就觉得去批家玩 可能就还好而已 好了之后就不想出门了 对 他在这里 书里面有提到类似的例子 嗯 你到越老的时候你可能就只能 哦就是在家看电视啊 那就打到毛线啊这种 对啊 你也不想要整天去外面浪了啦 你能浪的年纪也没有多少啦 的时间也没有多少 你也不想再出门这样 他在这本书的里面其实有提到说 你年轻的时候其实像是聊天啊 打牌啊玩桌游 就已经 其实你在年轻的时候 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 想办法工作挣钱 你如果要把 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在 赚钱这件事情上面的话 很多时间 对 可能会浪费掉你 可能你体力最好的时间 嗯 然后等到 这些东西之后再回来补的时候 你已经没有办法再补了 嗯 对 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嘛 再次强调说 赚钱是为了要提高 生活的体验 不要本末倒置 不要只顾着赚钱 对 再讲到说就是 赚钱停不下来的原因 那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因为呢 大家没有办法预估到 未来的钱够不够用 嗯 就像讲到的嘛 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怎么会死 所以你就变成说 你知道一直赚 嗯 就死的那一天为止 结果你都没用到 可是就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已经习惯赚钱跟省钱了 嗯 一习惯某个事情之后 可以去看原子习惯这本书 就是你会 没有办法停下来 然后很多人因为这两个 原因所以导致于说 哦 我 我就是一直在赚钱啊 我已经赚了30岁40岁50岁60岁了 我就一直赚到 死为止 然后而且 你越容易习惯赚钱这个节奏 你在老年的时候 你越没有办法停下来 你就想你已经连续工作三四十年了 然后你怎么可能突然间改变习惯说 我现在开始每天开始花钱 有利啦 人不是这样子的 人都是照着自己的习惯去做事的 所以 实际上你 因为这两点 所以你就会导致于说 你赚钱没有办法停下来 然后有习惯这一点 很多 是他去调查很多重道连人 他觉得说 赚钱其实并不是他们真的想要 或是需要什么东西 只是他们不想要改变这个习惯而已 所以习惯其实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 说你只要 一有这个习惯之后呢 无论你是赚钱 还是 花钱 就是 习惯了你就会很难改 但是你要先意识到你是不是 就是已经有这件事情了 你先有自觉是最重要的啦 就是你要知道说我到底赚钱是为了什么 要重新去思考一下 我赚钱是为了 真的是为了退休吗 还是只是因为你习惯 我说 那我如果是为了赚休 应该赚钱是为了退休的话 那我到 退休的时候我到底要花多少钱 你应该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规划 就算是 你是热爱工作的类型好了 就是会有一种嘛 我们大人学最常讲的 热爱工作的人 你很幸运的 你找到你自己热爱的工作 但是呢 作者提到说 如果你赚钱就真的让我一下负担 你就真的在做你自己最热爱的那件事情了 然后呢 收到的钱全部都是多的 但是你如果没有把这个钱花完 你就是跟你玩游戏资源没花完一样 就你有啊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不是会存水晶吗 然后你在游戏离开之前 那个水晶存了一大堆都没有花 就是在 不知道游戏哪一天会倒 你存了太多石头 却花不完的时候 嗯 就是哪天会倒 就是 你一直在存石头 但你不知道为了什么存石头 嗯 你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下一次改版会出什么角色 所以你一直存着 存到你那天quick game了 然后你都还没有把那个石头花掉 就算你是热爱工作的这种情况 你就会很像是你在玩手游 你一直存石头的这种情况一样 你应该要把你的钱 拿去解决你不喜欢做的事情 比如说你不喜欢做家事好了 那你就应该把你的钱拿去请别人来帮你做家事 然后或者说你生活体验上总有一些东西是你不喜欢的 或是你可以优化的部分 那你就应该把你的钱拿去优化这个部分 然后你不知道有哪一些的话 那作者有提到几个不错的地方 你可以拿去花你的钱 就是如果你很爱生活 你很爱你的工作 那你要花钱的话 你可以把钱花在节约你生活的经历上面 就是如果有些东西是需要你多做判断的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判断用金钱解决掉 举个例子来说 你想要出门到某个地方 那可能原本的习惯是 我就是要转车做节约 那你可能就可以改成搭计程车 你上车你就只要放空 你就可以到那个地方 那你热爱你的工作 你也可以把你的钱花在这种 节约生活经历的地方 那或者是你也可以把你的钱 花在前面提到的剩时间 譬如说呢 你不喜欢做家事好了 那你就可以把家事这件事情 外包给那种 比如说打扫阿姨啊 那就一个月来一次 或是一个礼拜来一次 这样就可以把你的精力留下来 在你的工作上 那你的钱也花出去 就不会吧 就不等于是一个浪费资源的事情 而且呢 如果你是用花钱省时间 在研究上是有提到说 它是可以提高整体的快乐程度 因为呢 有两点原因 因为第一点是 它可以减少你做不开心事情的时间 因为你不管你花钱 就是你花时间做什么事情 你花钱解决到这件事情之后 你就不用做这件事情了 所以你在你一整天当中 你只要越少去做你不开心的事情 那你一整天的幸福感就会提高 我真的很讨厌扫地 那我就请别人扫地 我再也不用扫地了 那你之后就不会因为扫地这件事情 去影响到你一天的心情 可能你的工作表现 你就会比之前再更好 那也可以减少时间的压力 比如说以刚刚计程车的例子来讲 可能你就是很赶了 但是你为了省一点小钱 然后你还是用很麻烦的方式到达目的地 那你不如叫计程车 那你减少你的时间压力 你在计程车上就可以去思考 你在目的地之后 你要怎么去执行下一步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怎么花你的钱 你很爱你的工作 你又不知道怎么花你的钱的话 那你就可以节省你的精力 或是减少你的时间 那这是不错的两个方向 好 那讲完前面第一个 提高生活体验之后呢 那你就来讲 退休 退休其实他这边 首先要提到一点就是 再次强调 他觉得应该要专注在 最大化自己人生的快乐圆满 而不是最大化你自己的财富 你要先想清楚你的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 就你这段人生的旅程的目的地到底是在哪里 再去 因为这个目的地去想办法去达成它 而不是说我不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 总之我就一直赚钱 刚刚讲到嘛 其实之前我们在上一本书 持续买进的时候就有提到一个研究报告 这边他要再次这本书也有提到 其实实际上 不管你存多少钱 都是不够的 在之前在 持续买进这本书里面他就有提到嘛 就算你是一个很有钱的家庭 譬如说你可能是年收入已经破千万 台币的这种家庭里面 他们在退休之前都还是觉得说自己赚的不够多 那是真的不够还是因为人的心理作用觉得就是防患未然 我觉得我问你你觉得你现在以前够退休吗 不够啊我的真的不够 他就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你赚了比较多钱之后你的开销也会比较大 所以你的开销大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说那我还要去赚再更多的钱 就陷入这个死循环了 他就去采访说你年收入可能是高阶经历人 你一年已经赚几百万台币 就问他说我房贷还没换完 我还有小孩要养 我到时候父母老了我还可能有需要一笔急用金 这些一大堆的事情都会导致于说 不管你在哪一个人生阶段 你都会觉得你人生是不够的 所以他们去调查 就是连这么高收入就说 他们的身价是介于五百万美元到 两千五百万美元 你身价已经破亿了 这已经在台湾定义上是有钱人了吧 你身价破亿的人 之中有百分之二十都还担心自己的钱是不够于退休的 五百万美金这样算下来是多少 1.5亿台币 你有1.5亿台币你还会觉得说自己的钱不够退休 我的话不会 甚至你有十亿台币 我应该够 你会觉得说不行我这样子好像没有办法退 钱不够用 我先退 他们里面二十八 就是每五个这么有钱的人都会有一个觉得 所以你就想更下层的人 这个比例应该只会更高吧 就是你可能 譬如说你可能年收入只有一千万台币好了 你可能就有一半的人会觉得说自己没有办法退休 所以连这么有钱的人都会觉得说他不够退休了 更不用说我们这种平凡大众 在之前的持续买进也有提到说就是美国人其实调查下来发现 越老每个月的花费其实是越少了 就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是在别把你钱留到十一年就有再提到更具体的例子 就是你刚刚讲到的老了就不想出门了 对 他们也没什么娱乐 没错 第一个不出门 不出门就少叫什么旅行的花费 生活的花费 就譬如说你不用买衣服了 一件衣服可以穿20年 这个是1995年你出生的时候买的衣服 鸭箱宝都有这种衣服 再来就是你吃饭可能都很固定了 就顶多是造成通货膨胀去调高物价而已 但你也不会想说我就是要出门去吃大餐 你也不会想说我一定要再完成什么样的事情 除非是你真的有一些病痛 需要有一些很高负担的医疗成分 不然老人家的花费应该是都蛮省 他这里面有提到 如果你是医疗的话 你真正会想要去做的医疗 其实大部分就是可以让你活下来的医疗 就是几乎都是你负担不起的 或者是他们大部分都只是延长你的寿命而已 并不是治愈你 对能治愈的不多 等到你老了真的有严重的病的时候 通常只能延缓或者是缓解你的症状 对 因为他在美国啦 所以他们没有健保啊这种东西 所以他就有说 可能到你老的时候你花了几百万之后 你多延长两个月的寿命 对他们来说医疗成本负担比我们更大 因为没有健保 但是你在台湾其实状况没有差 因为台湾的医疗也很进步嘛 你只是没有花这么多钱 但是这种事情是你花太多钱 你也没有办法把它弄好啊 对对对 你花了你身上存了六百万七百万一千万 你得了癌症医生跟你说剩下六个月 那我们用这个疗法你可以变成十二个月 好像没有差很多 就是你在为了一个医疗是 你想说我以后老了如果生病要就是治病用的 但实际上很多病现在是治不好 就以我自己身上来说 我身上所有病都是发生原因不明的 也没有治疗的疗法嘛 那能做的就是我们可以试试看减快 但我们没有办法把你治愈好 不要让它恶化这是极限 很多慢性病其实也是 就是控制而已 就算是癌症也是啊 你就说我们开始做化疗 也是有机会把你弄好 然后他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的观念 那如果你真的会担心 你应该去买保险 你不是应该撒存钱 你应该把现在的 就是你把未来的那个风险 直接用保险把它转载掉就好 你就说我担心是某件事情可能会发生 比如说我可能担心我失能 我担心我癌症 那你现在就应该保保险啊 你就把你的钱现在就花出去了 你如果担心这件事情的话 你现在就把钱花出去 而不是说你为了一件事情 有可能会发生 然后去准备 那件事情实际发生的时候 你做这些准备其实一点屁用都没有 因为你现在也不知道 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成本需要多少 就是你需要多少钱去花在那件事情 对 或者是说像是我们在做 末日求生 的这种准备的时候 当然我也知道 像最近马克索克勃有公开 他说他在夏威夷那边挖了一个地堡 地下城吗 对 他要干嘛 他一定知道什么 就是之前我在跟芒果聊 他就说 这两件事情 跟之前他搞元宇宙是不是 就串起来了 他是获得 他是获得了什么外星人的 他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还是他其实就是蜥蜴人 他就喜欢住地下 那还蛮合理 蜥蜴人是住在地心的 对 跟那个金刚一样 没有我们那时候讨论 就是你看马克索克勃他最近公开说 他在夏威夷那边 他挖了一个地下堡垒 是要就是防止核战这种 那种地下那种Bunker 所以再加上他之前的FB 改名成Meta 再搞元宇宙 所以这件事情是为什么 就是他已经知道 某个时候会发生核战 然后之后地表就没有办法生存了 是这种发展 所以地表没有办法生存了 我告诉你我元宇宙再来 你们也只能连上来啦 你已经出不去了 你见不到其他人了 这是那个中国那部电影 忘记叫什么 好了不重要 就是反正 就是住在地心 然后人类表 地球表面也很危险 然后要找下一个星球的那一部 流浪地球 流浪地球 对对对 对对对 就是一样很多 在那片科幻片的概念都一样 就是两件事情突然就 就串在一起了 马克索克伯一定是知道什么 嗯 为什么讲到这个 哦 讲回来 就是 讲太远了吧 讲回来 就是这种风险 当然我们是可以 靠这种准备 你如果跟马克索克伯仰有钱 你要去盖地下保雷也可以 嗯 但是对于我们实际 譬如说你要做战争的准备 或是天灾的准备 那我们就是一个急救包 就可以决掉这种 嗯 因为你真的花这么多的资源 去预防一个 你不知道实际上会怎么样的东西 其实是不符合经济效益的 嗯 那我们很多人 在你没有 在我没有讲这个观点 或是作者没有讲出这个观点之前 其实我们就是一直在预防一个 不知道有多大的风险 对 我们就像是恐龙在预防 像是屋地洞一样一直丢 丢钱 我们就跟恐龙在预防灰心撞地球一样 我们做再多的准备 老实说都没什么批 有那个灰心撞下来就是死 嗯 然后就是癌症发生的时候 你身上存再多的钱 你都没有办法把那癌症移除掉啊 你就是熬了 只能让它不复发 不复发 有可能治愈 有可能 然后有些很多癌症是 目前是没有办法治愈的 嗯 就是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这种事情 就是应该交给保险去解决 嗯 这也是这本书提到的 那你现在就把钱花掉 对 然后把风险就直接转加掉 就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嗯 然后这些全部综合起来的时候 就会导致于说 其实我们在老的时候的花费 其实并不会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高 嗯 医疗嘛 刚刚讲了 各种生活开支嘛 都下降了 所以实际上你老的时候可能 有些人为什么会可以靠 就是退休金 就可以过火的原因就在这啊 真的没什么花钱了吗 你没事要做 要花什么钱 嗯 所以 有时候是自己吓自己 然后他这边就在提到 其实虽然我们都会讲说 有钱才能退休 但其实 更重要的是在于说 退休之后你很多时候是依靠着回忆 在支撑你自己的心灵 就是老人家都喜欢回忆过去 哦跟你讲年轻的时候 阿嬷你可以再说说你那一段故事呢 对 你可以再说一次 你当初是怎么击败魔王的故事呢 他有提到说 虽然我们知道要有钱才可以养活退休之后的自己 那 刚刚有提到嘛 其实实际上的钱并没有想象那么高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累积足够多的回忆 你在老的时候 你也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去做回忆了 你只会觉得阿嬷嬷嬷嬷的过了一辈子 会是一个心灵匮乏的人类 然后他这边又再提到另外一个例子是说 像是之前有很 已经可能是十年前流行了吧 就那个护士有写 有一个在那个临终病房的护士 他有写一本书说他大家 就是在临终之前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第一名就是什么 我没有去追求我自己的梦想 然后第二名就是说 后悔自己死前的时候太努力工作了 所以他就在提到这件事情 到底这么努力的工作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努力的工作是为了谁 为了什么 为了资本家 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也不一定是为了资本家 你也没有为资本家贡献多少说实在的 到底大家是为了什么 不知道 没有想过 所以可以想想看说 那 到底 你是 要把你的钱全部投入在一个 未来你没有办法预测的事情上 还是你现在就把 收入拿出来花 这是一个蛮值得的 你要去抓好那个平衡啊 不是说 现在就开始当月光族什么的 不是不是 还是说 这就是一个 度嘛 是 各种资源的平衡 跟风险控管的 一个 新的看法跟观念 对 这是一个度 诶 不用说我们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华人 应该都是比较偏向 存钱挂 我妈存到爆 像我可能 比如说去年好了 可能 或是今年 原本的储蓄率我可能会想说 我要射50% 我要射60% 除去率提高都爆炸 但实际上你想说 那提高这么多 我把这些钱留到给未来 更有钱的我 身体更差的我 这些钱给他到底要 干嘛 他会想要用到这些钱吗 还是应该是未来更有钱的人 我会想要说我年轻的时候 干脆就把这个钱花掉 就是这件事情是很值得 大家去好好思考 然后我们再讲到遗产 因为如果你是有小孩的人 你可能会觉得 你要把你的钱留给 后代子孙吗 对 小孩子之后 这些都是你的啊 什么挖膏的 或是小孩还小 他就是个囤金兽 你一定要把更多的钱留下来 就为了你的小孩 你要抚养他 教育基金之类的 但如果你刚刚说的这种 教育基金 他是非常认同这个观点 他这边的说法是说 你应该要把你的钱 现在就给你的小孩 就是遗产的概念 你不应该等到你死后再分配 是这个意思吗 对 不是说我死之后这些都是你的 而是说现在这些都给你了 那我死之后 我就不带走一片云彩 不留下一片云彩 实在是回应到我爸的概念 他真的是死后什么都没有留给我 他有帮你 他有智慧啊 他有给你保险金 那个只是最基本的劳保 而且把他的东西还一还 就是再怎么啊 那些就是东西还一还 其实没有没有留下任何的 留了一台厨师机 我花他的遗产去买一台厨师机 至今运转八年 还蛮值得的 对 就那台厨师机而已 就是他提到 这本书的观念是说 因为大部分的人八九十岁才会过世 就以现代社会来说啦 就可以你活到八十岁好像蛮基本 八九十岁 那你挂掉之后 大部分的人拿到遗产是什么时候呢 六十岁 因为二十岁左右 所以你爸妈假設八十五岁好了 那你小孩子大概六十几岁 那他就会拿到你的遗产 然后这个时候一个六十几岁的人 回到我们刚刚的观念 最好的体验是在多少 二十到六十岁 他已经过了 他可以体验很多生活美好的时间点了 然后他拿到一大笔钱 不管这个钱是有房子有多少钱 但是这些东西丢进来之后 对他的人生没有太大的影响 虽然有一笔很大的钱不错 或甚至没有钱 就是由于一笔遗产来说 对六十几岁的人 就好一点 没有到 但是如果这笔钱你是三十岁给他 那个差别就很大了 他可能可以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对 可以去创业 可以干嘛 对 因为你就想嘛 假设你三十岁贷款待三十年 六十岁上你贷款也还完了 然后你也快退休了 你知道也会有退休金了 然后你可能 就说我们比较轻一点的是 你可能 就只能领最基本就是那种 一般的那种劳工退休 就这样 就顶这个最基本的基本薪资 那 再给你一笔钱 你的确是生活会再过得更好一点 但你想要做那些事情 已经不能做了 你想要去玩一些什么云药飞之类的 已经没有办法玩飞天翼龙了 心脏可能已经受不了了 工作人可能会问你 你要签那个 确定 你如果出了什么状况 乐运不会负责 才会让你上去 我觉得他可能真的不让你上去 你在上面挂掉 你还要把你把尸体晕下来 应该不行吧 但是 如果这笔钱 是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的时候给 状况是差很多的 因为 譬如说 假设你是要给小孩子 像统成不是说他给他儿子 一栋房子价五百万吗 那如果他是三十岁的时候给 他是在人生的选择上 就可以很多不同的选择 他就不用想说他之后要住哪 他不是才十几 十岁左右吗 对啊 如果统成有看到这一集的话 他可以追话 在三十岁的时候 就给他那栋房子 不要等他说什么 六十岁的时候还给他一栋破房子 那就没有用了 你六十岁 你住了四十年之后 那个房子可能都要准备改建了 改建可能还需要个五六百万 他还要再拿六百万出来 再把那个房子修一修 这件事情 超级不服的经济效益 但是我们就很多人都是这样想 而我们等到老了 都把钱给儿子 给孙子 那时候应该就是要给孙子 但是你儿子会先拿到 儿子拿到也没有用 儿子不会给孙子 儿子不会给孙子 儿子死到后孙子又大了 五六十岁 然后又没有用 一个死循环 又到了一个死循环 可是他的建议点是说 你应该是在提早给 那什么年纪给最好呢 三十岁到六十岁 因为他去在推特上面做了一个调查 他说如果你想要爸妈给你钱的话 就一笔很大的钱 你觉得什么年纪给你是最好的 我觉得他现在就给我吧 如果有的话 三十岁到六十岁吗 三十岁到六十岁吗 对你也胡语一下 不明白应该是没有钱 人已经走了真的没有钱 已经过了十点 还是他有什么大秘宝没有告诉我 是一个藏宝图 是什么大安区的精华地段 地气一直压在那边之类的 那东西都丢光了 应该也找不到 但是他在 就是作者在推特上面问是说 大部分的人都认同说 三十岁的人到六十岁的人 给比较大笔钱是安心的 二十岁给可能太年轻了 他可能就是你的涉事卫生 你可能会乱花钱吗 三十岁的时候已经是 你已经可以知道 社会的基本运作原理 你也不太会去乱花钱 你也比较大笔钱 你运用起来也不会 可能是 一股你没有办法掌控的力量 这样子 很多人会把 以后给小孩子这件事情 当成是一个借口去工作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其实他只是要维持他的生活习惯 跟赚钱的习惯 对 那但是很多时候 小孩子要的可能 真的就是爸妈的陪伴 所以我就说嘛 其实如果我有小孩 我就要退了 小孩子 很多时候他其实 并不了解 或是说 你讲的为他好 其实不一定是为他好 因为这些都是 刚刚讲到 时间、金钱、健康 这三个都是在互相转换的 那你花了更多时间去工作 换到了金钱 你消耗掉的就是你的时间 跟你的健康 那你可能你在年轻的时候工作太平 你留给你的小孩是一个 身体健康状况不好的爸妈 那他 对他来说真的是好的吗 就算你有钱好了 那他可能最后会迎接的是一个 比较悲惨的结局 而且你又牺牲掉 他小时候可以 跟他相处的那段时间 他在书里面有举到很多的例子 就是很多有钱都会犯这个错误 就是退不下 我现在赚很多钱没有办法收手 而且你可能正正值30岁事业 可能正巅峰 你可能赚的钱 你可能越赚越多 你可能明年的工作又要升迁 加息 然后这些东西一直让你觉得说 我每年假设 我假设退下来照顾我小孩 不是收入变归零而已 而是负的 你假设你年薪是100万好了 你退下来当家庭主妇 或家庭主妇 那你亏的就不是零元 就是他是负100万元 你每年就少赚100万元 对这个家来说 那但实际上赚到的 其实是你可以花更多时间去陪你的小孩 这件事情可能对小孩来说是更有利的 因为他里面有讲到 刚刚提到记忆的观念 因为小时候你的小孩子就会记得说 爸妈是怎么对待他的 这件事情可以累积到未来 越小时候的 累积的回忆的复利效果越深 没错 这就是我们等下会再提到的 记忆骨息的概念 我爆雷了 没关系 那我们再讲到健康 健康的部分 再回到前面 老年人花费下一个像这件事情 刚刚你有提到 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实际上你 金钱的效用跟有效性 是随着你的年龄越增长 它的效用性是越低的 就是刚 想到不管是生活体验 譬如说你年轻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廉价航班 飞到其他国家 你如果想去其他国家这件事情的话 你在年长的时候 你可能要花更多的钱 才能获得一样的体验 因为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可以靠着就是 我廉价航班过去 我在那边当地机场 直接睡一个晚上 隔天还是精神充沛的过去 那现在已经不行了 你现在中午 今天半夜十二点 叫我去坐飞机 早上六点下去那边玩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搭红眼了 不行 就是一个正常的航班时间就好了啦 所以这件事情就解释到说 实际上你的生活体验 你在越老的时候呢 你需要花更多的钱 大概去学体验到一样的东西 然后随着你的经验的累积 有些事情的刺激也会越来越的低 会递减 对 然后再来就是 身体呢 其实这是另外一个YouTube影片 刚好跟主题蛮补合 身体的设计 其实大部分是用来活到四十几岁 就你的身体的保固期大概是四十岁啦 活到超过四十岁的时候 你身体已经过保了 就是你用的不错啦 所以它的寿命延长 就是什么东西坏掉都是合理的 哦 我们保固到四十岁而已 哦 所以你四十岁之后 你的心肺能力不行了 没有已经过保了 哦是这个概念 对 你的脑袋坏掉了 你开始健忘了 已经过保了 所以它就是设计到四十岁而已 然后或者说 你这部影片 可能你的喉咙的声音 也没有办法唱得这么好听了 你的眼睛的视力也开始退化了 你的嗅觉退化了 然后你的嗅觉退化了 可能你吃东西就开始食之无味了 然后你的听力也听不到这么好的东西 所以 你的各个身体机能都退化了之后 那 你再去体验这些东西 譬如说你都到同样一个地方 你都到富士三角下 你的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了 好难过哦 你樱花季曲 然后樱花也看不清楚 对 那你闻不到那个清香 你真的有闻到那个 就好像有花香 你一人说有花香 你可能已经闻不到花香了 然后音乐会 你的听力也听不到 跟其他人的体验 这个音乐会特别的多层次 你就觉得听起来跟CD好像差不多 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分辨 实际现场演出的那些乐器的细微的声音了 就是不只是体力感官 然后甚至你的记忆力 然后身体的各项器官 就从头到脚去细数一下 你到底有哪一些器官 他们全部的保固基本上就是40岁 超过40岁 诶 能多用都是赚到 没办法多用 不好意思 也不要把他修了啦 那我剩9年 所以你突然间意识上说 我啊 你应该好好想一下 是不是不应该再拼 这么拼了 好 我想想 然后再回 回扣回我们前面到说 死亡的时间 跟你可以体验的时间是两回事 就刚刚我举例嘛 你可能 老年去其他国家的体验已经差很多了 那虽然你还没死亡 你六七十岁的时候 你没死 你可能可以活到八十岁九十岁 但是最后二十年可能你要需要 那你可以去体验 你还是可以去坐游轮 你六七十岁 我觉得应该体验还是很不错 七八十岁可能也没问题 然后 但是呢 你的死亡跟体验的两个时间点 你要再重新再思考一次 就是一般人都会把很远的时间 想像成是死亡的时间 但是却没有考量到你身体 有最好体验的那个时间点 其实才是你 化资源的那个终点 没错 说得非常好 然后也刚刚就在 再回扣回我们的营产那一部分 就是因为你的快体验啊 快乐都会下降 你老了六七十岁给我遗产 给你钱 这时候中了乐透 都没什么好开心的 的确 如果我今天已经七八十岁 我已经走不动了 我只能在家里看本土剧 然后每天都过得差不多的 平淡生活 你再给我一千万好像也没什么 对啊 我就丢到股市里面滚而已 你在滚出更多的钱也没有意义 对对 我钱很多 就是现在 为什么台湾人军诈骗的额度这么高 就是因为老人家有很多钱 老人家真的很有钱 你看现在诈骗这么多 然后他们都拿去投资 随便都可以 骗个六百一千万 我想说哇塞 一堆阿嬷都被骗了 现在路上阿姨人军是一千万是吧 几百万 台湾真的很有钱欸 阿嬷都要汇个几百万去 有陌生人被警察当 对啊 常常有这种信 就是你想说 台湾诈骗这么苍绝 人军千万 随便路上一个阿姨都是 五百一千万再拿出来给人家 就是实际上来说 那到了一定年纪之后 真的是 给你钱是 没有太多可以开心的地方 有钱没什么地方花 对 你就想嘛 你到老的时候要看Netflix 一个月就五百块而已啦 嗯 一个月便宜一点 三百块就有了 三百块你有一千万 还是你有一百万 老实说你就是花那个月欸 你就是看电视 你就付了第四台的钱而已 嗯 你是能把钱花到哪里去 然后所以说 你要花钱真的是 你要趁健康的时候 花钱才是最爽的 体验最好的 对 真的是我读完这本书之后 我有很 认真的思考 多安排几次旅行 嗯 欸 这个人一年前告诉我说 他其实旅行对他来说没什么 他也没有什么特别欲望想要旅行 对 现在就突然说想要多安排几次旅行 没有我告诉你 一样我还是觉得旅行还好 嗯 但是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东西 对 所以那 OK 那我们就多做几次嘛 搞不好就是有几次 欸不错 体验还不错的嘛 有可能 所以累积不一样的回忆 对 那既然有时间限制 那我们就趁 还可以的时候可以多做 OK啊 转念 转念 其他老观念就是什么 像是健康4E啊 这个这个真的老观念 超级老观念 有没有 小学老师就会在黑白上面写 对 但我要告诉你 小学老师讲太早了 没有那个体悟 你现在再来跟我讲 我就以为很有体悟了 30岁是最有体悟的 身体机能真的开始下滑 你会发现你不保养 你就开始 不行了 健康真的是费 你有钱没有健康 你给我钱也没啥屁用 刚刚之前还有讲到就是譬如说 假设 你现在跟巴菲特交换你要吗 我现在跟巴菲特交换 我有很多钱 但是我90几岁 99岁 90几岁 91岁 蒙格拉 跟蒙格拉交换 假设蒙格拉没挂掉的话 不要 他有什么 他身份地位够高了吧 全世界财经大师 钱够多了吧 我记得700亿美金资产吧 我想要换马斯克 马斯克他身上的压力 我们知道可以再开一起来讲 马斯克 但至少他还比较年轻 我不想换成很有钱 变成一个90几岁 这个例子 你不想说如果我现在跟巴菲特 互换 互换 但我也其实不能干嘛 你想要吗 你没有办法做那些事情 他还有可乐 他还是要使用可可乐 我可以去吃很高档的餐厅 但又怎么样 对 你可以 你要 如果你打电话给美国总统 他都会接啦 我觉得 你第一位应该有办法搞成这样 但是实际上你能做到的事情 你的身体状况就只是这样 你不可能再更好了 然后我觉得他 如果现在有一个按钮是 跟某一个年轻人交换 有个年轻人跟他换 他应该会花大钱去跟他换 我就跟你换 他的那些知识啊 什么 我觉得他再重新滚 应该滚起来 但是实际上就想嘛 你如果到九十几岁了 有这么多钱 其实也没啥屁用 一样的观念 健康是一 这是真的 所以你如果要花钱 刚刚讲到嘛 花钱买时间OK 花钱买体验也OK 花钱买健康也很OK 如果你现在吃的东西是不健康的 但你去吃健康的东西 就算他比较贵 也比你到老的时候 你躺在病床上 多花一两百万 去多延长一两个月的寿命 好很多 可是我觉得很多人还是 会很省钱 例如说他一直去吃八十块 的便当 就是他其实吃得起 更健康 少油少盐 更新鲜的食物 但是 因为习惯的关系 还是会一直去 做这种 可能短期内不会伤害到健康 但其实长期上 有很大影响的事情 就是一般人 有些人不会意识到 所以你要转念 就是这个 是非 这样颠倒 花钱买健康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 你如果不知道花钱花在哪里 你还是可以 把这个也列进去 花钱买时间 花钱买体验 花钱买健康 如果你去想说 这个东西很贵 那你就想说 这东西没有符合你 刚刚的上面这三个东西 如果有的话 这个钱其实就蛮值得的 那我觉得我阿公以前讲的不错 他说 吃的东西绝对不能省 你可以省别的 但不能省吃的 好 那综合刚刚前面的三个 时间 金钱 健康 这三点之后呢 就会综合出 我自己的解释 这本书讲的叫做生命周期花钱法 原本应该 原本另外一个观念是生命周期投资法 对 生命周期投资法是说 你在年轻的时候要尽量去开杠杆 因为到老的时候呢 你才会 有更多的钱 就是年轻的时候 可以承受风险的能力比较大 没错 对 这本书在讲的就是生命周期花钱法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在年轻的时候 反而应该要把钱花掉 好 这两个观念完全冲突 完全冲突 所以我刚刚说这不是 零跟一嘛 这是一个度的问题 就是要拿捏 你自己拿捏比例的问题 你觉得你现在是偏哪一边 你就不应该太偏哪一边 就是不要做极端仔啊就这样 所以生命周期花钱法的意思就是 刚刚前面的观念全部都在综合一次 那你年轻的时候呢 花钱其实应该要比较努力的话 不用太省 尤其是刚刚在提到的 花钱买体验 花钱买健康 花钱买时间 这三点都是值得花钱的 甚至呢 你要去思考说 你的钱如果存下来 拿去滚 OK你有投资管理 我们都知道 负荷利率可能是抓个 年负利可能抓7% 然后我们能滚滚滚滚滚 然后滚十年之后 会大家赚两倍的钱 那你可以思考的另外一个 反向思考点 就是 假设这笔钱我留下来 十年之后 吃两份这个东西 会不会比较好 譬如说我今天 不吃这个大餐 我十年后再吃这个大餐 可以吃两份 你会觉得这样的体验 会比你现在吃到这个大餐更好吗 这是问号 有些事情是 譬如说 举个例子 游戏好了 因为我游戏比较熟 所以 你现在不买这片游戏 十年之后买两片游戏 有可能那个两片游戏的画质 音效技术一定比现在游戏更好 对 非常合理 你现在不买这个3C产品 你现在不买iPhone 15 之后可以买iPhone 25 还可以买两支 但那时候也许就有比iPhone 还要更进步的产品出现 你不一定要买iPhone 没错 就是 你可以思考一下 到时候呢 这个东西如果未来买 比你现在买 更划算 譬如说像3C产品 或是一些奢侈品 然后那个包 你的LV包 你现在不买这一颗LV包 你十年之后 你可以买两颗LV包 而且是更好的LV包 但是以饭来说 你十年之后可以吃两顿饭 就 好像 没错 你十年之后 吃到那两顿饭的味道 可能没有你现在吃到这顿饭的味道 来到好了 哦 对 如果你嗅觉 已经 变差的话 的确实 是吧 但你十年之后买了两颗LV包 你看起来的状况可能不会差太多 对 你现在买搞不好还会增值 没有没有 我一直钱 哦不花这个钱 就是生命周期花钱法 跟生命周期投资法中间的balance 哦 就如果你是买 买包好了 买包的投资一定是 不会有你丢到股市里滚的快嘛 所以如果说你不买这颗包 丢到股市里滚 滚十年之后你之后可以买两颗包 或者说这颗包你买下来可以买半价 这样的概念 去思考你就会觉得说 这笔东西到底花的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如果这个东西其实 不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三种 是一个你就是自己单纯想要而已 然后或者是说 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实际上在贬值的 那你也可以去这样想 就刚刚讲3C产品这种 所以这就是中间的那个度啦 那你到底要存多少钱花多少钱 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因人而异 我不知道你到底收入多少 你可能生存都有问题了 你就是领最低薪资 那你就是要先顾好自己的生存 对 好好生活 但是如果你已经譬如说你已经三十几岁 四十岁 你不可能跟我讲说你还没有家底吧 你再怎么样你身上也会有个几万块钱了吧 不太一定看大家出生背景还是有有际遇 有可能家里是负债的 就是你从负的开始往上走的 那可能的确没有 那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之后未来 假设你还要持续工作 你未来会比现在更有钱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思考 到底要赚钱赚到什么时候 而不是为了虚无 永远到达不了的目标 无限的去努力 我觉得应该是给一直稳定工作 习惯存钱的人一个警惕跟 换一个方向的思考 对 然后再来就讲到 刚刚先爆雷的记忆股息 那记忆股息也很简单 概念就是你的记忆呢 其实跟你领股票的股息是一样的概念 它是会在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 不断的配重新新的记忆给你 那举个例子来说 譬如说我们出去休息大阪玩好了 那这件事情你就可以不断的在未来重新回忆到 我们这次去大阪遭遇到什么事情 或者是你 就地重游的时候 你也会再次再提起说 我们之前来这里的时候曾经发生什么 那这里哪里不一样 对 会有这种作用 对 十年之后再来 跟之前来的时候 又有一个新感觉 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回忆又再加成上去 嗯 然后突然你没有回去 你一直重新去想 或者是他还有提到另外一个 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讲 分享 这时候 有时候又会产生一个新的记忆 对 这次我们聚会的时候 又可以聊天聊这件事情 别人会有反馈 对 然后所以就会累积性的东西 所以记忆这件事情 你越早体验呢 你未来的时候是可以 不断不断重复去利用它的 嗯 所以记忆股息的概念是 因为如果你把 我们最一开始讲的 你把体验当成是一个账户的话 你把钱转去这个体验 当成记忆存起来 它其实是跟你把钱留在银行里面 就赚那个股息是一样的概念 它是会不断的产生出新的价值给你 它是有负利效果的 对 嗯 因为我们人都是要 追求的是更好的生活体验嘛 所以你提早体验的时候 它是会不断不断不断的配息给你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观念啊我觉得 再讲到就是 其实这个体验呢 刚刚讲到小孩子遗产的问题嘛 就是小孩子你跟他 如果你好好花时间陪你的小孩的话 嗯 那这个时候的负利效果是两倍 因为你们两个人共同拥有 对 因为你跟你的小孩都产生了这个记忆 嗯 然后未来 你们两个在更之后的时候 再重新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会不断的在把这件事情滚得更大 也是两个人一起滚 所以这个负利效应 如果你没有把钱放进去 就是你没有放弃掉那些钱的话 那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 所以你可能损失的就是 你跟你小孩共同的体验 也是永远回不去的体验 你之后花再多的钱 都不可能再回到你小 你小孩出生那个时候 或是你小孩一岁的时候 所以你想说 你现在赚了这一丁点钱 有办法可以换到那么多的东西吗 这是值得思考的 除了是跟自己的小孩 跟你的老父母也是同样概念 就可以趁着他们还健康的时候 多累积一些回忆 你就不要只在这段期间很努力的赚了钱 但等到你想要跟他们有共同累积回忆的时候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去体验那些东西 没错 所以他有说 其实如果你是在二十几岁三十几岁 开始投资记忆股是最好的 你开始体验各种东西 之后再回来回想的时候呢 就会更有加成 因为这个时候你是金钱工作 跟时间三个是比较平衡的状态 你有一定的收入了嘛 你如果是在正常的公司上班 你可能也会有员工旅游 或是其他的 你有收入 你的时间 基本上呢 你不要是在太黑心的公司上班 或是你不要太操扰的状况 你的时间通常也是够的 你的健康状况也没有下降到说 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些 很困难的事情 你说你现在开始锻炼 未来要去爬一些高山啊 你要去一些峡谷啊 然后你要去长途跋涉什么东西 感觉都是还行的嘛 对 所以他觉得三十二三十岁开始 做这件事情是最完美 就是现在right now 有没有 这本书读得很值得 对 我觉得他还蛮适合现在读的 给自己一个省思 然后刚刚我们讲的很多就是 未来可能 你的体验开始下降啊 嗯 你没有办法 身体经验也会开始下降啊 这些东西 其实他在初里面有提到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 你去思考即将到来的失落的话 其实是可以提高自己快乐的程度的 有点玄学可以解释一下 就当你知道你在未来的某个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体验这件事情了 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 你如果出国的时候 你知道你怎么时候要回国 对 你就会很把握每一天 对 所以当我告诉你说 你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后 或是你开始思考你某一个时间点之后 没有办法再体验到这件事情 你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这个体验 这个时候 反而会提高你在中间体验的这个快乐程度 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会结束 而不是它是无限的 如果它是无限的 它某一天突然结束的时候 你会毫无准备 为什么 就没了 再也没有办法尝到这个好吃的牛排了 你很喜欢的店家突然到了的话 对 或是你在 疫情的时候 你上司嗅觉的时候才会发现 以前吃东西这么好吃 突然间被剥夺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这个东西 只能吃辣的 当一件事情 你去思考到它说它是有可能结束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提高你在过程当中的快乐 因为你才会意识到说 时间是稀有的 时间是要把握的 而不是是无限的 然后最后再收到最后呢 你现在其实就要开始为退休做准备 不论你现在是几岁 就是 应该不会有15岁的人听这个节目 应该不会 我们的受众都蛮年少 都是35岁以上 所以你现在就应该开始为你的退休做准备了 所以你要存钱的话 你抓好那个比例 但是你也要想办法去增加你的记忆 对 这边讲的不只是一般人讲的那种退休基金 还有就是把你的健康养好 然后累积更多的回忆 对 这样才会在你退休的时候 是更完美的状态 而不是说我在退休的时候才发现 我什么事情这辈子什么事情都没做 我想做什么都做不了 只赚了钱 只有钱 什么都没有 可是有钱好像也不能做什么 这样子 对 所以你要开始为退休做准备 或者是说你现在就开始准备做 退休之后的生活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工作 拉回来一点 就是不要 一直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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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拼一直拼 我拼到40岁我拼到50岁 然后呢 你得到换到了钱 但是你失去了时间健康 甚至是跟你家人的相处时间 对 然后生活体验也是一种投资 也是一个账户 所以他也是可以转东西进去 刚刚一直不断讲到的 钱啊生命力啊这些都是可以 互相转换的 所以比例到底要怎么拿捏 就是一样 因人而已 所以在最后我想要讲 他在前面序章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一个序 他说理财的时候有两个烦恼 就是人在天堂钱在银行 另外一个是钱不在人还在 钱不在人还在 你没钱了 但是你人还活着了 就完了 就要BBQ了 好啦 最后就是这本书 总结 总结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嘛 时间 健康体验都是账户 这些东西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那你要怎么去 就是维持好这些中间的平衡 以及说你要意识到说 你自己 到底是为了什么去赚钱 是不是因为习惯去赚钱 来要意识到你自己的死亡 死亡 还有体验的时间 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的话可以像我一样 就是把死亡的时间直接定下来 你没有跟大家分享 你是怎么把死亡的时间 试算出来 就很简单 我就是直接定说 我大概要85岁的时候死掉 为什么85岁的时候死掉 所以我想要活超过2077年 就这样诶 没有为什么 就觉得活超过2077年好像还不错 想要看一下2077 到底实际上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目前的人生目标是 希望可以活到85岁 可以的话 我希望那个年代已经是可以 安乐死合法化之类的 反正我也没有想要活更久 那时候就 就直接死掉这样完美 不是还有一个网站是可以 让你填生活 书里面有提到 大家可以去买书来看 我就忘记这样的网址是什么 你也可以用保险去计算还是什么 反正书里面有提到有一个网站 他会问你超级多问题 他就会算出说 你实际上有可能可以活到几岁 依照你的生活习惯 你的生活环境 还有你的年纪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之类的 各种因素影响下 去估算一个 你可能可以活到的年纪 对 反正呢 他在书里面有 很详细的介绍说 这东西为什么要这样算 去让你去评估说 你实际上有可能的死亡时间是多少 最后就是 记忆骨息这件事情 那你如果有跟前面讲的一样 就是好好去认真生活的话 你应该可以有更多的记忆骨息 然后有更多的记忆骨息 你可能在退休之后 不会只空有钱财 没有记忆 也没有任何心灵上的支撑 很多时候你可能真的是需要心理上的支撑 就跟我阿嬷一样 就会一直在讲 可能他之前是怎样 对 老人家比较容易 对 好 那大概就是 整本书比较重要的事情 对 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讲 就是 因为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们的频道的标题 后面有都会打上我死亡的日期 对 那个D什么 其实是他死亡倒数 我希望我可以在死掉的时候 可以再开一场直播 不是死掉的live直播吧 感觉很可怕 没有阿 就是跟安乐死一样阿 大家我要走了 拜拜 就这样子 应该说比较像是 生前告别时的那种仪式 是吗 也没有 然后就喝个药就挂掉 如果未来安乐死有合法的话 因为我看那个去安乐死的 傅达人 对 他是有影片的嘛 因为他是去瑞士做 因为台湾不合法 我希望以后就是 全世界都合法 然后随时只要过了 可能65岁之后 你就可以随时决定 你记什么时候要死掉 如果可以知道 可以规划的话 还蛮不错的 然后我觉得最后就是在 频道开场直播 墓碑上就有个QR Code 然后就把这个频道里面 所有的素材全部 都丢给AI 然后算一支精华影片 告别式的影片自己做这样 就算一支AI 就那个就是 在那个赛博空间的我 因为在2077这个游戏里面 他在 是不是爆雷嘛 没差 反正应该有玩的人 应该不会看这个影片 反正 最后最后 也有很多不同的结局嘛 有其中一个结局是说 主角就是被上传到 赛博空间 赛博空间就是指 因为那个 那个2077年的时候 网路已经毁灭了 全世界已经没有 统一丢网路了 然后赛博 人类都变成一个小 一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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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个区网 然后区网外面就是 真正的网路 那真正的网路里面 就会有很多 AI啊 然后或者是些 各种强大的AI都会在外面 人类就维持在一个小小的区网里面生存 这样子 所以 主角最后就会被传到网路 变成一支很强的AI 哦 就你就活在网路空间了 你已经没有肉身了 然后里面有一些像是 但是串网死 他最后就是也是可以到达那个禁忌 就是我就把我的仪式上传到云端 你就活在云端就好了 但反正我不知道可能 让我自己复制到云端 可能也不是什么好的事情啊 我不知道会不会想要活在云端 反正就会可能会有一个 我说我的一个导览员 然后可能是有我说我的记忆这样子 哦 那你就扫墓碑上的QR Code 然后上点关注下点赞 还是上点关注下点赞 一键三连吗 对 就是这个 这是多少 70年前的梗 到那时候已经听不懂了 可能连点击这个动作都没有 哦 你要用意念就可以关注我 最后那个墓碑就是一个QR Code的形象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 一个导览员介绍我的生平事件 然后会像是那个画廊那样 怎么样 嗯 我觉得蛮不错的 其实我读完这本书之后 做的最大改变 就是开始倒数自己的死亡时间 嗯 然后开始记录自己过去的一些事情 嗯 回忆 就是一段时间 反省一下 这段时间有没有累积什么值得 一提的回忆是这样吗 然后花钱的时候也可以 想一下这个钱花下去之后 有没有办法帮助我未来去做更好的体验 嗯 举个例子来就是譬如说 买相机可能 之后就可以 记录这个体验 未来我复习的时候就会 有画面嘛 嗯 我就不用靠我的脑了 今天影片上传也是 对 对 然后或者是说譬如说 买新的游戏 然后可能这个游戏 可以跟加勒一起玩 那这个投资就是值得的 嗯 所以这就是我目前 转面之后的一个 思考方式 虽然我以前也是这样想 没错 我觉得可以 可以分享的东西 所以我比较容易 花钱去买 嗯 但是现在 这个架构又更成熟 就是更完整一点 就是 原来这件事情对 未来的我反而更有帮助 我之前是没有想过这一点 嗯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现在可以 更认真的去 投资在这些东西上面 你可以 可以把这件事情定义为投资了 就以前会还想说 我这样是不是 浪费钱 我真的有必要花这笔钱嘛 但是现在会有另外一个 角度的思考 不会再这样质疑自己 譬如说等一下要去完Meta Quest 3 会想要 买的原因就是我觉得 过年时候可以再找我朋友 来一起玩 你不是 跟杰登哥借就好了吗 哈哈哈 没有 因为他是绑个人账号 他是绑 他不能 我好像是 反正我等一下再去问他 反正等一下我们要去完Quest 3 我现在的想法也就是 我觉得过年的时候 可以再找我朋友过来玩 因为之前我 你跨年也可以找你朋友来玩 之前我跟我朋友有讲到说 就是 等我买VIP我会再找他们来 然后一直没有买 那我现在会认真的执行这件事情 就想要认真的执行这件事情 然后觉得说反正 好像可以一起做什么事情的时间也不多 尤其是你看知道大家都有一些家庭啊 真的 如果朋友有了家庭 真的是很难再巧出时间 你就说有小孩啊 什么 你就不可能说什么再一起出来玩啊 什么的 所以可能真的是这种事情 一次做一次找一次 哪一次说不准就是最后一次了 而且你还不知道 真的 这是古牙说的 我觉得想想也蛮有道理的 就你可能跟某个人见面 其实是最后一次见面的 但是你不会知道那一次是最后一次见面的 嗯 那我现在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做一次 少一次少一次 某一次我们那一次打电动 可能就真的是最后一次打 再也不会跟这个人打电动了 嗯 也不一定是怎么样 就是生活大家的情况就改变了 所以能一起做某件事情的时间真的要把握 嗯 这是我个人的体悟 那我也觉得 在这个时间点的 读这本书 蛮不错的 对于未来的 他其实观念蛮浅显易懂 对啊 对未来的规划我觉得是 蛮有帮助 对 嗯 我也觉得对我来说蛮 蛮 在这个时间点是蛮不错的 好 那大概这上就是这本书的 内容跟我的 一些个人的心得 然后如果 喜欢这本书 我觉得蛮值得 读他整本书里面的 就是 原文的 因为他里面举了非常多的例子 是各种不同人的 因为像我刚刚讲的都是我个人的例子 他里面有提到很多不同资产阶级的人啊 然后不同的生活体验啊 然后他访问了这么多人 或是他收集了这么多意见之后 为什么会写出这本书 然后他看了这些有钱人的做法 跟一般人之后 他总结了 为什么可以总结出这本书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值得大家去 买来买回来看啊 如果有时间的话 嗯 好 那这上影片就到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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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